是你打人在线 人家要是告你 是要坐牢的 你要是坐了牢 娘怎么办 娘 我 姬祖少爷 你就倒是可怜我吧 刚死了丈夫 又只有阿宽这么一个独生子 就你放过他吧 阿姨 不是我不放过他 这个事情罗景司已经知道了 我没办法放过他 这点小事 如果你们能私下和解 我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 行 那我们和解吧 姬祖少爷 你有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那这样吧 让他给我磕十个响头 十个 你做梦 娘 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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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十个响头一个还没磕呢 抓什么死啊 你还真是人啊 你真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先磕头再说 打死你了 打死你了 住手 打死了 师父 师父 不用再说了 我看到了 周先生 给黄飞鸿一个面子 放过小兔 哎呀 皇飞鸿是谁啊 我偏不给他面子 那你要怎样才可以放过他们 继续磕十个响头我就放过他们 好 伯母没磕的头 飞鸿带他磕 师父 师父 要磕我来磕 我们谁都可以磕 但是师父不能磕 受得起我黄飞鸿靠头的 只有我爹一个人 各位看好了 黄飞鸿要向我磕头了 有意思 磕磕 我开始了 干嘛 不用我磕了 少爷只是想跟我开个玩笑 对吗 那真是多谢周少爷给黄某一个面子 别再闹事了 待伯母会保持林再说 你们别 季祖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 祖少爷 怎么不用黄飞鸿磕头了 黄飞鸿 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 伯母的脉搏已经平稳了很多 三个小时之后呢 再多服一次药 休息几天就会没事的 大师兄你放心吧 师父的医术都高明 你也知道啊 多谢师父 什么时候和师父客气起来了 对啊 大家自己人嘛 师父一直很照顾我们几兄弟的 是不是啊 药来了 师母 阿宽啊 这个是按照你师父的吩咐 把刚才宽妈服用我的药渣 又给她熬了一碗 凉了就给她服用吧 老您待在厨房里面 为我娘熬了几个小时的药 辛苦了 不用客气 我是你师母吗 嗯 对了师父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出现在周家的 我看呢 你们的师父一直跟着你们呢 阿宽家里出的事 我一直都很担心 师父 你衣袖里怎么会那么多石头 我看周济组咄咄逼人 就临时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哦 原来师父早有准备啊 方小姐我师父很聪明对吧 嗯 好了 既然周伯母已经没事了 那我先走了 啊 主化 主化姐 你准备去哪儿 我决定先回教会赞助 这么晚了 今晚就住这儿 明天再走吧 飞鸿你说呢 好啊 太好了 就怕方小姐 嫌弃保持点地方消啊 主化姐怎么会嫌弃这儿呢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房间 哎 井香 好啊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不要骚扰伯母了 晚安方小姐 阿坤 别不开心了 伯母已经没事了 大师兄 你别犯愁了 周济组这种人渣呀 就是有钱也没命花 你们说是不是 大师兄 我是这样想的 我呢 回头再找找其他律师来看看 这场官司 到底还有没有得打 不到最后的时刻 大家都不要悲观呢 阿佳 真的不用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为这事你已经花了不少钱 这是我爹医生的血汗 到头来却露了周济组的手上 我这心里边真的很不识滋味 阿苏在干嘛 哎 肯定在想抱牙针咯 哎 不如我帮苏哥带个口信给他 说他很想念他 好吗 好啊 好啊 我知道大家很关心我 但 也不用为我担心了 好吗 拿出你今天 骂周弟子母子的勇气来好吗 你怎么会过来的 是你师母 为你说了很多好话 师母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都是他不好 如果有错的话 都跟黄飞红的徒弟无关 他还告诉我说 你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 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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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试试和你做朋友了 那 真的 跟我 做 朋友了 嗯 他真的跟我做朋友了 他真的跟我做朋友了 冷静 冷静 他跟我 朋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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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的甜汤是你做的啊 是不是啊 不是了 这是你们师母做的 他我拿过来给你们做宵夜的 好好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八碗 师母怎么知道我们这有八个人哪 难道师母知道小云雀和麦塞蓝都在我们这儿啊 喂喂喂喂 这要是让师父知道了啊 师父肯定会怪我们的 他说过保质林绝对不允许女孩子过来住的 师母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师父 你们就死定了 那我还能快点走吧 放心啦 师父说他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不知道 诶 这么说师母他就不会告密了 你也太好了 好甜哪 师父我给你尝尝了 我来玩我来玩 我来玩我来玩 别抢了别抢了 真的喝好喝 不要抢了 不要抢了 别抢了 不要抢了 别抢了 不要抢了 谁啊 志华姐 是镜香 镜香 我学会的煮中式甜汤 所以特意端一碗 给你尝尝 好啊 请进 志华姐 你试试 凉了 不好喝了 好啊 谢谢 怎么样 不好喝吗 太好喝了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去形容 真的吗 嗯 本来我是打算和飞鸿一起来的 可是她说明天早上要练功 要早点休息 所以就不过来了 凉香 嗯 但是这道甜汤 就能够看得出来 你下了很大的心思 我知道飞鸿和土地们 都爱喝甜汤 飞鸿特别爱吃芋桃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道香芋甜汤 最后能够娶到你 这是他的福气 不对 是我能嫁给飞鸿这样的丈夫 是我的福气才对 静香 现在的生活开不开心啊 飞红对我很好 可是老爷和徒弟们 不怎么接受我 其实老人家 都有一个共通点 只要你对他细心关怀 妈妈就会接受你的 至于飞红的徒弟们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 都心底善良 你一定可以 让他们接受你的 加油啊 我会的 植华姐 我们是好姐妹吗 植华姐 我珍惜现在的一切 因为我知道 有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才会有今天的幸福 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他的 静香 我以忠心地祝福你跟飞红 能够一生幸福 好了 你早点睡吧 我走了 你还没有睡啊 睡不着 看会儿说 我陪你好不好 替你沏杯茶 好 不用了 那好 那我先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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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华姐 听阿宽说 你要回英国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真真啊 我会努力赚钱 然后去英国找你的 你一定要等我 有时间就多贪了我们 一定会 再见 再见 这次是真的再见 姐姐 再见 香港可真小啊 没想到又碰到了秀医局 你妹妹的婚后生活还好吗 她有一个很好的丈夫 生活很愉快 多谢你关系 黄飞鸿可真大方 我以为中国人 把妻子的贞结 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 没想到黄飞鸿 却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且还对她那么好 可真是难得呀 陛下的臭嘴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能怎么对我不客气啊 我答应过妹妹 不再惹事 可是你如果再敢说出这种话 我就教训你 哎呀 你可千万不要啊 我还要保住我这条性命 因为我实在太怀念那个晚上 和你妹妹在一起的风流运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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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哪一派的认者 一鹤商人鬼闯 假鹤商人非赢 太让人失望了 本以为可以看一场精彩的比试 是 我也以为被誉为日本第一舞者的武田秀衣 功夫会非同凡响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 看来能跟武田秀衣比武 也不是件光荣的事吗 换了以前的武田秀衣 可能用不了十招 就能把你们两个给击退 可是现在的武田秀衣 不但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而且还处于下风 秀衣 知道你的武功为何倒退到如此地步吗 是因为你的包袱太多 不能专心一致 每天只想着如何突破自己的武功 不但没有丝毫进步 反而退步 你想杀我 只是一种梦想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哥 静香做了寿司给你吃 哥哥 你没事吧 静香知道 哥哥在这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哪几件事情吗 当然知道了 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幸福 第二件事情是武功 我今天遇见山本了 你和他吵架了 是他先挑衅我的 你有没有打伤他 说到底他都是日本领事 我们没办法跟他斗的 我没有伤他 看来哥哥已经很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了 不 是我无法伤他 我根本打不过他身边的两个忍者 哥的武功退步了很多 所以哥哥你不开心了 神本讲得对 我太多包袱了 我想武功再有突破的话 就必须把所有的包袱统统放下 那我是哥哥的一个包袱吗 哥哥说过要一生保护你 可你却让山本给糟蹋了 这是一个五点 我没有办法放得下 哥哥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景香现在只想好好地做飞鸿的妻子 从前的事情 景香已经没有放在心上了 你真的可以吗 飞鸿现在对我很好 此刻景香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 那我就放下了第一个包袱 那第二个包袱呢 这个包袱就是跟黄飞鸿比武 可是他 可是他已经是我的妹夫了 作为拳脚无眼 谁伤了谁都不好 但是哥如果一生中 都没有办法跟黄飞鸿比武的话 会是最大的遗憾 那这么说 哥哥是一定要跟飞鸿比武了 景香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阻止哥哥 就是我也不信 所以我日内便会向你的丈夫下战书 景香 你先回去吧 大哥还要静静地想一些事情 谢谢 景香 大哥竟然要跟黄飞鸿比武 是因为大哥想尽快了学之心事 好的大哥可以一心一意向山本保重 这才是大哥最大的包袱 这才是大哥最大的包袱 别喝了 我做了夜宵给你吃 怎么样 很好吃 这个叫什么 这是我用豆腐做的甜点 叫做豆腐和果子 景香 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喜欢吃你就多吃点吧 好 好 有心事啊 看来景香有任何事情 都瞒不过你了 说给我听听 作为妻子 本来不应该有事情 瞒着丈夫的 可是 这是关于你的事 我 嗯 还有哥哥 他还是要比武 你不赞成我跟你哥哥比武 对 日本妻子 不会替丈夫做决定的 只会支持丈夫做的任何决定 景香 你有没有听过 中国人有句话 叫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这话什么意思 每一篇文章呢 每一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 那么理解也就不一样 所以叫做文武第一 但是比武不同 比武叫进 则总是由一方先倒下 才算分出了胜负 所以叫做武武第二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总有一方要被打倒在地了 全角无言 我一直都不想跟你大哥比武 就是不想伤到任何一方 但是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 必无可避 既然没办法逃避 只能接受 通知你大哥 我接受挑战 我会通知大哥的 你会不会很担心 我对你有信心 师父要跟武田秀一比武 是啊 我去茅厕的时候啊 经过师父的房间 偷听到的 其实呢师父以前和别人比武呢 我们倒不用担心 可是武田秀一这个人 一旦交起手来 整个人就跟猛兽一样 我怕他伤到师父啊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师母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 怎么也全角无眼呢 一个是他哥哥 一个是他丈夫 谁伤了谁都不好嘛 这个我知道 师母说呢 这是日本女子的美德 就是不会阻止丈夫的任何决定 师父的武功那么高 按道理说不应该会有事 大师兄啊话不能这么说 之前师父也说过啊 他和武田秀一的武功呢 就在伯仲之间 不真打起来 谁都不知道谁胜谁负啊 你别这么说废话了 背头大耳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解决问题 你有办法 没有啊 我就知道 阿宽 你们要干什么 对不起师母 我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美德 我们可不会像你一样 盲目地尊重师父的绝点 我们是不会让他跟师父比武的 你们是怕黄飞鸿败在我手上 错 我们只是不希望师父有任何的损伤 就是少一根头发也不行 你们真的很关心你们的师父 可是对于一个稀有之人来讲 这种行为不是在帮的 反而是一种侮辱 你不用再用极将法了 总之我们是否不行的 你们想阻止我 没错 就凭你们 五个人一条心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叫黄飞鸿出来吧 不管那么多了 上 住手 住手 这是我跟他的事 与任何人无关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修医兄 真的要交手吗 准备好了 我可以了 我也可以了 去把我看了 我看了 有什么东西 啊 啊 啊 四伯蛋好快啊 快得好像有三只脚啊 不是啊 一般快而已啊 大师兄 你跟师父这么多年了 见没见过这么快的拳呢 五天秀一的拳法的确厉害 你们看 他跟师父打得很难分出高下 是很难分出高下 我看他的功力在我之上了 那你进去打呀 怎么 怎么突然没声音了 真的没声了 不会吧 怎么回事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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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飞虹 你没事吧 没事 飞虹 我输了 你让我罢了 师父 都这样了 怎么还会赢啊 是啊 表面上看 飞虹的伤势比我严重 可是在比武时 飞虹所有的招数处处留守 他只是以狐抓抓炮我的衣服 只要再深入半分 我已经劈开肉绽 躺在地上 可是我每一拳都用足十成力道 力求尽快把对手打倒 无论是拳脚的力度或是控制 我都远不及飞虹 再说 看到飞虹有你们这帮徒弟 我也深深相信 他是以德服众 这一点也是我远远不及的 那就是说 不管是论武功还是论武德 你都略训我师父一仇了 七之一仇 这次我是心服苟服 秀姨 我们俩的功夫在伯仲之间 你不用夸我 不然我太太今晚会睡不着觉的 我五天秀姨说的每一句都是珍惜话 飞虹 这次完成了我的心愿 多谢 对不起 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没能阻止你和哥哥比武 你不是说过 日本妻子不会阻止丈夫的任何决定吗 况且不管你的事 是我自己决定的 你不用说对不起 可是 我或多或少的 都有几分私心 什么私心啊 就是想完成哥哥的一个心愿 你哥哥说要跟我比武 已经说了很久 这是迟早的事吗 跟你有没有私心没关系 放心吧 飞虹 你对我真好 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从来都不怀疑我的出发点 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信任的 不是吗 所以 对于我嫁给你之前 不是女儿生的事情 是 每个人都有过去 过去的事情就由他去了 我只知道 现在武田静香 是我黄飞鸿的好妻子 其他的事我不需要知道 飞虹 再过几天是爹的六十大寿 我回回广州为他老人家贺寿 顺便说服他 接受你 静香早就知道 你要回去为公公祝寿 所以准备了一份贺礼 到时候带给公公吧 是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了睡吧 嗯 静香 因为飞鸿而不惜牺牲自己 这个恩情 飞鸿是一定要报的 可是我却不能让你知道 否则你只会认为 我是为了报恩 才肯去你 其实 从去你的那天开始 我们的关系 已经是出于真爱 而不是回报 来 爹 二娘 飞鸿回来了 过两天是爹的六十大寿 飞鸿特地赶回来 为爹煮寿 你看人家飞鸿 专程从香港赶回来看你 你干吗还黑着脸呢 爹 这锦衣 是静香逢了十几个晚上做好的 您看喜不喜欢 这真是挺漂亮的 还中国式的呢 这要不说静香是日本人呢 我还以为她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媳妇呢 是啊 静香真的很努力 想要当好一个中国人的媳妇 我觉得这衣服啊 你穿上肯定合适 静香啊还真是挺有心的 来快试试 我才不穿日本人做的衣服呢 你不穿日本人做的衣服 中国式的也不穿对不对 那好明天啊 我就给你做一件日本合服 因为我是中国人呢 我看你穿不穿 你这不是抢词夺理吗 什么 我抢词夺理 我觉得你的脑袋太迂腐了 只要静香是一个好媳妇 你管她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的日本人 把中国试做嘴里的肉 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日本人 都赶出中国去 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日本女子 做我皇家的儿媳妇呢 早知道这样 我就选师兄了 他的脑袋 可比你开明得多 你又把你师兄拿出来说事是不是 我不大要说啊 我还要去找他呢 你敢 你 二娘 赶快走 我数不过时 他就会回来的 没回来啊 爹 不如我跟你去找他 全是你闹的 大姐 你看得不 花生花子 不要不要不要 要不这一皮布你看看 不要不要不要 颜色挺好的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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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二条 夫人 你这是去哪儿啊 是 没事 没事 站住 爹 你钱包丢了 我钱包不是丢了 而是被人偷了 老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把钱包交出来 老先生 我想您是误会 爹 您要问清楚 我没有误会 也更不用查了 日本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一定是你拿的 把钱包交出来 老先生 我要你为刚才所说的话 向我道歉 是 你拿了我的钱包 还要我向你道歉是吧 我没有拿你的钱包 如果想证明你的清白 你就让我四位搜身 你 我不会接受这种侮辱的 如果你不肯让我搜身 那就是此地无银了 走 跟我去警局 我没偷你的钱包 不会跟你走的 爹 等我一下 你干嘛 钱包是你偷的吧 非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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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钱包吗 走吧 顽固老头 这次又误会了吧 老爷啊 你要是热了就脱了吧 别说啊 静香给我做的这件夹衣 真是挺保暖的 你们娘俩不用取笑了 我承认 今天的这件事情啊 对我是一种当头办客 让我冷静了下来 我就想了想啊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 当然是你错了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吧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是你不给儿子面子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 对于媳妇 我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如果静香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 我一样会责备他们 当然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他最怕的就是你们不教训他 那好吧 明天 就让静香来给我喝手吧 谢谢爹 我马上发电报给他 来 放盒 慢点 慢点 来来来 先生 屈先生 我们要检查这批货物 放这儿 这批货是给山本领事的 只不过早到了一天 这些都有棉检查的特决 那就不用查了 咱们走 喂 你们几个 好 把箱子抬起来 千万要小心点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打破了 你们赔得起吗 是是是 祖少爷 这么急急忙忙找我 什么事啊 我们有些货出了点问题 什么 你还是跟我来看看吧 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军货的啊 这批货是山本领事托我们的船运来的 只不过早到了一步 这些工人把这些箱子搬到货仓室 一不小心把箱子打翻了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只有我跟几个工人 给他们点钱 我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是 祖少爷 这些货怎么处置 这是山本领事的东西 我们自然要给他送回去了 段渡君 你放心 这批货明天就到了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我什么时候让段渡君失望过 好 那就按原计划 明天晚上十二点 东郊码头进行交易 好 山本先生 周氏洋行的州计组来了 说要见你 我今天没有空 跟他说不见客 可是他说山本先生 从日本云来的货早就到了 就在他仓库里 什么 好 带我去见他 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凑巧啊 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私下里偷运军火 可惜啊 我的工人搬箱子的时候突然打翻了 发现里面有一个暗格 里面全是枪械子弹和炸药 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发现有人偷运军火 你说是不是应该报警啊 不用再废话了 你开个价吧 要多少 开个价 价钱开高了呢 未免太过分 太低了又看不起你上班先生 那你想怎么样 钱我是不想要的 你不要钱 我们周家还需要钱吗 我一直希望能跟山本先生合作 开发日本市场 你凭什么 你别忘了你现在置身于日本领事馆 只要我说上一句话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离开这儿 山本领事 你的手段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也告诉你 如果我的手下在两个小时之内 看不见我从日本领事馆走出去的话 东京政府 就会收到你私下偷运军火的证据 你敢 你说呢 你打算怎么跟我合作 请山本先生 把这份文件签署了吧 周济族 你什么意思 这份认罪说清楚的写明 你利用领事的职务 私下偷运军火 贩卖给北方军阀 你想利用这份认罪书 来长期要挟我 山本先生 千万不要把它毁了 文件只有一份 如果你把它撕掉的话 就等于说我们的合作拉倒了 东京政府很快就会收到 你私下贩卖军火的铁证 一时的冲动 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三思而后行 另外就要交易了 不能节外生之人 好 我答应你 但你必须立即把货还给我 好 没问题 多谢山本先生 非常高兴跟你合作 周济祖 你这个无赖 算我看走了眼 多谢山本先生的夸奖 我以后 还要好好向你学习呢 鬼主 你跟周先生去把货提回来 是 山本先生 要不要我把他 不行 现在任罪叔还在他手里 得先让他活着 总有一天 我会要他好看